水秀清白柔美的直三舞 增添農曆过年气氛 树林区公所在树林火车站 举办辉豪整春联活动 开笔仪式树林区长陈其正和大家一起写上 鼠声睿智迎新春和谐安详过好年 欢喜迎接新年的到来 陈其正区长表示 新春辉豪活动邀请在地书法家现场 书写客之花春联 民众参与很踊跃 今年特别接我们台铁 还有我们跟佳河电视公司这边一起合作 在我们树林的火车站的二楼的广场这边 举办这个民思辉豪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民众非常的踊跃 那几乎我们树林所有的 非常会写毛笔的这些老师们都出动 各理事长各社团都来了 那就是营造了一个非常热闹快乐新年的气氛 民众可挑选自己喜爱的对联 请老师书写 特别的彩绘花卉点缀让人爱不释手 参与第三年的民众说 今年最想拿到的就是平安如意 希望来年顺顺利利 希望我们今年拿到的这个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平安如意 然后大家新春快乐 此外协办单位中佳佳和有线电视 也在现场加码趣味游戏将各项数位变名价值服务融入游戏中 游戏过关可抽出精美金属福袋 欲教娱乐增进民众的数位服务知识 江河有线电视董事长陈焕鹏除了祝福相亲新年快乐外 也提到新推出的一句高速上网影剧包等服务 欢迎民众在新春期间多多利用 还有为了照顾弱势族群 有线电视也提供低收入户 免费装机及收市服务 我们家有线电视有提供低收入户的一个 一个免费的服务 包括工装是免费的 收市是免费的 那希望大家永远来申请 树林会好赠春联活动办在原本就人来人往的树林车站 让车站大厅显得更热闹 多增添了几分过年的气息 让每个人都能拿到满意的春联 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记者 刘安静 刘明轩 新北市采访报道